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 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超过8万起确诊病例 然而在中国自家疫情持续延烧的同时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却好像活在平行时空 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定期在头版刊登一系列名为 总书记来过我们家的正能量文章 对于中国境内严重的疫情反倒是避重就轻 而2月份更是有近半个月都透过将大篇幅的头版报道 用力吹捧习近平政绩 似乎就怕说了太多真话让小兄威尼不开心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中国三大媒体三大官媒 官媒它的功能当然就是要帮政府擦脂抹粉 特别是中国现在全道大外宣 所以《人民日报》做这样的一种长期的报道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它的功能就是要怎么样去造神 怎么样去帮习近平说到它的形象 特别是习近平他跟上一任的胡锦涛不一样的地方再说 他非常在乎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 因为他一直想要学毛泽东 那毛泽东他的这个造神功力大家都知道 从历史上来讲是无人能书其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特别是越是中国发生灾难的时候 他越要形塑他的形象 以来避免人民对他失望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含他接受媒体的访问 或者他在《求是》杂志上 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官媒 他也发表他自己的文章 强调他这个对于这次的武汉肺炎指挥若定 那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当然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塑造人民对他的信心 避免整个政权 可能又会因为武汉肺炎的事情 造成整个地方各地停工停产 那造成整个失业率的增加 那甚至进而造成他政权的不稳 不只这一系列造神文章 《人民日报》海外版更是站立满点 检讨的对象竟然是台湾以及世界各国 这个当然就是他官媒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除了要对内宣传 对内造神 对内行诉领导人他的威望之外 他当然要透过就是对海外的攻击 其实也不只是攻击台湾 包括他攻击美国 攻击各国 甚至攻击韩国 批评韩国的防疫能力不好 他这个目的就叫转移焦点 让大家把注意力从中国内部转移到台湾 转移到国外 那进而大家就不会再去在乎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了 中国在经历隐匿疫情不报的舆论后 中共三大官媒虽然开始关注疫情 但这些经过修饰与带风向的报导 人民真的买单吗 我觉得大部分人民是会相信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人民 他要接收国外的资讯很困难 他必须要翻墙 所以我认为大部分的人民 大概都是相信官方的这个说法 即便有一些知识分子不相信 那他可能的下场就是 如果他敢在网络上发表 他不相信的言论的话 他可能会遭到打压 甚至会遭到逮捕 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去报导 武汉的真相的一些所谓的多名记者 也遭到逮捕了 那所以说我相信即便是有人质疑的话 他也是敢用不敢言 因为他可能要面临到的是非常严峻的 这个政治的迫害 或者是假借司法的名义来进行审判的 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 原本应该是第四权的媒体 在中国沦为政策传声筒 如何判断这些资讯 考验人民的智慧